诗篇第六篇 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 求你转回搭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恨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塔飘起 把乳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干别 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 大大惊慌 他们必要退后 忽然羞愧 诗篇第七篇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投靠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 将我救拔出来 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 甚至失碎 无人搭救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若行了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 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 我也救了他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 直到追上 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 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希腊 耶和华 求你在路中起来 挺身而立 抵挡我敌人的暴露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 愿众民的会环绕你 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 耶和华 向众民施行审判 耶和华 求你按我的公义 和我心中的存证 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断绝 愿你坚立义人 因为公义的神 查验人的心肠肺腑 神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发露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 他的刀必磨快 功必上悬 预备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试看恶人 因奸恶而取劳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 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 必淋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 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 称谢他 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诗篇第八篇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术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凡金形海盗的 都扶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 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第九篇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至高者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一见你的面 就跌倒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伸渊 为我辩屈 你坐在宝座上 按公义审判 你曾斥责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吐摸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到了尽头 他们被毁坏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 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 为耶和华 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 设摆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 坐高台 在患烂的时候 坐高台 耶和华 认识你名的人 要依靠你 因你没有离弃 寻求你的人 应当歌颂 据西安的耶和华 将他所行的 传扬在众名中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 他纪念受屈的人 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 耶和华 你是从使门 把我提拔起来的 求你连续我 看了恨我的人 所加给我的苦难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 我闭在西安城的门 因你的救恩欢乐 外邦人陷在自己 所觉的坑中 他们的脚 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 缠住了 耶和华 已将自己显明了 他已施行审判 恶人 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希拉 恶人 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穷乏人 必不永久被忘 困苦人的指望 必不永远落空 耶和华 求你起来 不容人得胜 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 耶和华 求你使外邦人恐惧 愿他们知道自己 不过是人 希拉 诗篇 第十篇 耶和华 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在患烂的时候 为什么隐藏 恶人在焦痕中 把困苦人追得火急 愿他们陷在自己 所设的计谋里 因为恶人 以心愿自夸 贪财地背弃 耶和华 并且轻慢他 恶人面带骄傲 说 耶和华 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 都以为没有神 凡他所做的 时常稳固 你的审判 超过他的眼界 至于他 一切的敌人 他都向他们喷气 他心里说 我必不动摇 世世代代 不遭灾难 他满口是咒骂 鬼诈 欺压 舍底是毒害 奸恶 他在村庄 埋伏等候 他在隐秘处 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窥探 无依无靠的人 他埋伏在暗地 如狮子蹲在洞中 他埋伏 要掳去困苦人 他拉网 就把困苦人掳去 他屈身 敦伏无依无靠的人 就倒在他爪牙之下 他心里说 神竟忘记了 他眼面 永不观看 耶和华 求你起来 神啊 求你举手 不要忘记困苦人 恶人为何轻慢神 心里说 你必不追究 其实 你已经观看 因为 坚恶毒害 你都看见了 为要 以手 施行 报应 无依无靠的人 把自己 交托你 你向来 是帮助 孤儿的 愿你 打断 恶人的 绑壁 至于 坏人 愿你 追究 他的恶 直到 静静 耶和华 永永远远为王 外邦人 从他的地 已经灭绝了 耶和华 谦卑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 他们的心 也必 彻听 他们的祈求 为要给 孤儿和受 欺压的人 申愿 使强横的人 不再 威吓他们 真言 第二章 我儿 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存迹我的命令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 寻找他 如寻找银子 搜求他 如搜求 隐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 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和华 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扣而出 他给正直人 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 纯正的人 做盾牌 为要保守 公平人的路 护必 前进人的道 你也必明白 仁义 公平 正直 一切的善道 智慧 必入你心 你的灵 要以知识为美 谋略 必护卫你 聪明 必保守你 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那等人 舍弃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欢喜作恶 喜爱恶人的乖僻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智慧 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约 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偏向阴间 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智慧 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一人的路 正直人 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 必在地上存留 唯有恶人 必然减除 奸诈的 必然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